小王子我告诉你 今天但凡我需要你帮我 我就叫你爷爷 哼 果冻你嘴硬吧 这个太合心 我看你怎么过去 我看谁呢 这台要件我们直接挖掉 挖个梯子不就好了 什么东西啊 我全都挖冒烟了 都挖不开啊 果冻你还是叫我爷爷吧 我还没说要你帮我呢 你看这三个格子而已 我们直接把段跳上去不就可以了 行 你跳 你上不去啊 这里这么黑 我怕黑啊 我得通过这个跑酷才能回家 行了吧 你让开 怎么 你有能通关的方法 我当然有了 首先我可以换天赋超级跳跃上去 喂 你可以我不行啊 那就按照作者的方法 这里肯定有通关道具 我都找了 没有啊 没有 这不是吧 这一把石稿有什么用 这是个太合剑 你软基石 也说咋不开太合金了 脑子都要坏了 不是吧 这么强啊 你以为这是一般的稿子呀 这可是神稿 怎么样啊 果冻 找爷爷 少来 我又没教你帮我 是你自己要帮我的 行 那这光我可不帮你 你自己过去吧 这够简单啊 直接按住潜行 看过不去这个是假的 来说 第一个是对的 那后面的呢 真假方块 直接丢个道具 你看 这不就是假的吗 不是啦 怎么确定是假的呀 果头 你以为作者这么简单 就让你过去了吗 刚刚只是不小心了而已 我直接加速跳过去 啊 有那么麻烦吗 下一关不是有很多方块吗 直接电方块过去不就好了 喂 你怎么可以电方块过去呢 你这是作弊 说我作弊 有本事你别走啊 看我就怪 这第三关是什么呀 雪地大战争 肯定没这么容易 你有办法通关 你看这个小北极熊 别看他人数无害的 其实危险至极 我们得小心一点 这关肯定有通关道具的 小蚊子 你怎么过去了 你说的那么难 直接走过来不就好了 别这么简单啊 被作者吓唬住了 第四关躲避小猴 猴子 我知道了 这关肯定和上一关一样 躲避小猴子 肯定是假的 不是吧 哈哈 哈哈哈哈